看一下这几个文档对应的章节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讲 也是这一讲 我们的CAN控制器 STM上的CAN控制器简介 第一讲的话 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讲 那么下一讲我们再讲这两个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 CAN控制器的简介 STM32的CAN控制器简介 我们首先看是什么叫BXCAN 我们STM32它自带了一个基本扩展CAN外设 又称BXCAN 这是ST自家的叫法 那么BXCAN的特点 它是支持CAN协议2.0A和2.0B的主动模式 那么波特率最高可以到1兆 支持时间触发通讯 具有三个发送邮箱 具有三级深度的两个FIPO接收邮箱 以及可变的刷选器组 也称过6器组 那么最多28个 对于这个F1 F103 那么它就是14个 对于我们的F407 它就有28个了 那么F1系列的 这个互联型 它也有28个 那么对于普通的增强型的103 那么它就只有14个 就是过去7组的个数 这是我们BXCAN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STM32的CAN的模式 那么它有三种模式 那么一个是工作模式 测试模式 然后调试模式 这三个大的一个分类 那么它的工作模式呢 又分为这三个小模式 也是初手化模式 在InaQ等于1 Sleep等于0的时候 进入这个初手化模式 还有一个是正常模式 InaQ等于0 Sleep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进入我们的正常模式 睡眠模式呢 就Sleep等于1的时候 进入睡眠模式 那么这个正常模式呢 是我们这个语言代码里面 会用到 还有这个这里的还会模式 这两个模式 我们说用到的 其他模式的话 这个模式其实也是要用的 初手化的时候肯定是要用 我们一般用的话 初手化一下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就单独列出来 这两个加红的是我们的重点 就还会模式跟这个正常模式 那么这个InaQ跟Sleep位呢 它是通过CAN的MCR计程器 来控制这两个位的 到时候大家看这个 计程器的介绍 这两个位就有 那么这就是它的工作模式 分为三种 我们在初手化的模式 初手化模式的时候 就对我们的CAN进行初手化 重点是初手化这个计程器 跟我们的那个 一个波特律设置的一个计程器 主要是这两个 一定要在初手化模式的时候 设置好 那么进入正常工作模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收发数据了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正常模式 那睡眠模式呢 主要是用来这个降低功耗用的 这个大家要降低功耗 可以让CAN进入睡眠模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测试模式 测试模式里面呢 它也分为三个 一个是静默模式 还会模式 跟还会静默模式 它是通过LBKM跟SRLM这两个位来控制的 这两个位呢 是通过这个CAN BTR 这个计程器来控制的 就是LBKM位跟SRLM位 那么它就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测试模式 是静默模式 还会模式 或者是还会静默模式 那么我们的静默模式呢 它的这个原理呢 就是这么一个简图 我们静默模式下 它可以接收CAN RX上面的数据 但是它不会发送任何数据 到这个CAN TX上面 它一直是等于1的 也就是发送的是隐性电频 这个隐性电频 那么它就是专门用来监控 我们的总线上面的数据 可以接收这个数据帧 或者这个远程帧这样的帧 来调试我们的代码 但是它不发送数据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总线 但是可以监控总线上面的数据 这是我们的静默模式 那么我还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还会模式 还会模式的话就是这样的 它是可以发送数据到这个总线上 但是它不接受总线上的数据 那么总线上接发过来的数据的话 我一律当做不要处理 但是我可以 我发送的数据就可以发送到这个TX角 以致大家可以用速波器看这个TX角 是有波形的 而且它发送的数据会通过这个环路 它内部会形成个环路 给接收段 那么就可以自发自收 就是可以自己检测点发送的数据 有没有发送出去 而且可以在CAN上看到这个波形 那么也可以用来测调试我们的这个CAN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模式 但是我不接收CAN这个总线上面的任何数据 这是所谓的环回模式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环回静默模式 然后这个时候看这个图就很明白了 这CAN TX CAN RX 这两个角都跟我们的CAN控制器断开了 那么也就是不管总线上的电频如何 我都不理了 我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在这里发送跟接收 也是一个测试用的一个模式 这个用的比较少 那么重点用的是这个 就可以用来检测你发送的数据 对不对 可以自发自收 而且可以在这个TS上面看到你的数据 这是我们的环回模式 是一个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测试的模式 那么这个调试模式 比较少用 我们这里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STUM32 中文参考手册相关章节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模式简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BXCAN的框图 那么我们的STUM32的BXCAN框图 就是这个图了 然后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的F1 这个F103 我们的占件版精英版 它就只有一个CAN 只有一个主CAN 那么对于我们的F4 这个F407 它是一个有两个CAN的 两个CAN 它就有主跟虫 那么F4就多了一个虫的 那么F1的互联形 它也会有主跟虫 两个CAN 所以我们战件版精英版 就只有一个CAN 407 我们的探索版 只有两个CAN 这里注意一下 那么从这个框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里是这个主 这是虫 这里是两个核心 那么它会有一些控制 主控制 主状态 这么一些东西 这是它的控制状态配置 然后在这边 它有主发送邮箱 对应的 我们有重发送邮箱 也就是说 它的发送邮箱 是相互独立的 就主有主的 重有重的 然后有主接收FIFO0 主接收FIFO1 和重接收 也有FIFO0 FIFO1 也就是说 它接收发送 这个邮箱 它都是独立的 我们互相不会影响 但是这个筛选器 这个验数筛选器 总共是28个 最多 我们的互联型 才有28个 就是407 103 只有14个 F1就只有14个 F4 103 这个F1互联型 也有28个 这个筛选器 是共用的 那么可以看出 它两个CAN 分别拥有自己的发送 和接收邮箱 FIFO 那么但是 它们是共用 28个筛选器的 所以这个就是 它们的一个 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这里还有 可以通过写入 CANFMR计程器的 CAN2SB 这五个位 来选择 CAN2的筛选器的 存储器编号N 就是看 它从N开始 作为CAN2 的筛选器 可以通过 这五个位来设置 那么这是我们 这个BSCAN 的这么一个 框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标志符筛选器 那么CAN的标志符 它不代表 目的地址 这个我前面 已经说过了 而是代表 这个发送优先级 接收节点 根据标志符的值 来确定 是否接收 对应的消息 那么SAMTAN的CAN 控制器 它提供了 28个筛选器组 F1紧负连型才有28个 我们增强型的103战舰 这个103系列的 它都是只有14个了 其他的只有14个 战舰跟金银版 都只有14个 探索者就有28个 那么这些筛选器 它可以降低CPU处理 天然通心的开销 为什么呢 它可以自动去 帮你去判断这个数据 是不是你要的 而不需要CPU甘油 你只要设置好 它的筛选器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降低 我们的CAN通信的开销 那么SAMTAN的CAN控制器 每个筛选器 由两个32位的计程器组成 它一个筛选器 就有两个32位的计程器 那么它28个 它就有56个这样的计程器了 它名字叫CANFXR1和CANFXR2 那么X可以是0到27 它根据位宽的不同 它每个筛选器 又可以提供 一个32位的筛选器 或者两个16位的筛选器 也是说它一个筛选器组 可以提供一个32位的筛选器 或者提供两个16位的筛选器 那么包括这个STD ID ESTID ID和RTI 那么作为16位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个ESTID了 这个去掉了 就只有这个 这个ESID就只留了17到5 这么几个位了 剩下的一些就去掉了 这就是STDID ID RTI 和ESTID 17到15 这么就16位的时候 那么筛选器呢 它可以配置为 屏蔽位模式 和标志符列表模式 这个逮捕我们会想去介绍 那么在屏蔽位模式下面呢 标志符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 一起指定报文标志符的 任何一位 应该按照必须匹配 或者不用关心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屏蔽位模式 然后在标志符列表 这个模式呢 标志符列表模式下呢 它屏蔽寄存器 也被当作标志符寄存器用 那么它就可以 比如说它可以一个32位的 刷想器的时候 那可以做两个 两个这个 它两个寄存器嘛 FXA和FXA2嘛 它就可以做两个这个标志符寄存器 因此 不是采用一个标志符 加一个 它不是采用一个标志符 加一个屏蔽位的方式 而是使用两个标志符寄存器 标志符寄存器 接收到的报文标志符的每一位 必须跟筛选器标志符相同 那么就一定要一模一样 才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筛选器 才可以进行接收 这是我们的标志符筛选器的 这个一个简介 那么这个 通过这个CANFM1R和CANFS1R 可以配置筛选器的位宽和模式 我们前面说过来 它可以有32位或者16位 可以是屏蔽位模式 也可以是标志位模式 标志符列表模式 那这在哪里设置呢 就是通过这两个计存器 可以配置筛选器的位宽和模式 那么筛选器的配置位 这个筛选器尺度配置位 筛选器的模式配置位 那么它可以是一个32位的筛选器 就标志符研码的形式 那么它的FXR1就用作ID FXR2就用作研码 这是标志符研码 那么也可以设置为两个32位筛选器 就标志符列表 这样的话 它一个筛选器组 就有两个筛选器 就可以做两个筛选器 那么两个16位的筛选器 也可以做两个 做16位的时候 做两个16位的筛选器 标志符研码 那么它就用你的位宽 变了32位的一半 所以它就可以做两个 然后它的这里注意一下 它的FXR1 它是单独组成一个 这个ID 这个筛选器 然后它的FXR2 又单独组成一个筛选器 那么同样一个筛选器组 它就可以组成两个16位的 标志符研码的 这么两个筛选器 那么也可以组成一个 4个16位筛选器 在标志符列表的情况下 它可以变成4个 这样的话 如果有28组 那么全部启用的话 那就乘以4 可以做这么多个筛选器 也就是有4832 20的8 就112个 最多可以112个这样的标志符列表 这个筛选器 那么这里的X 就是筛选器组的编号 筛选器组的编号 那么可以0到28 那0到27 最大是28个 那么这些位均位于这个FSER和FM1R继承器中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筛选器编号 这个编号呢 它是根据你设置的这个筛选器 这个模式跟位宽不一样 它这个编号也会有所变化 跟你设置32位的研码模式下 那么你一个筛选器组 就是编号1 就一个 那么你设置为两个 一个三四 两个32位的筛选器 标志符列表的时候呢 它就有1和2 这么两个了 最多的时候就是1234 就有4个了 就是一个筛选器编号 你再看一下这个标志符筛选器 它的一个用途 它为了过滤出一个 一组标志符呢 就是我们如果要过滤出一组的标志符 可能不是一个标志符 我们就应该设置是选器 工作在这个屏蔽位模式 它是比较好设置的 因为我只需要关心这些 我要的位 其他的位 我可以不关心 也可以让它通过 这就是标志符 屏蔽位模式 那么为了过滤出一个标志符 这里是一组 这里是一个 注意了 我们应该设置过滤器组 工作在标志符列表模式 我们就是要特定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ID的时候 我就标志符列表 那么就用 比如我用一个两个32位的标志符列表 这个ID或这个ID就是我需要的 我就把它设置在这里 那么只有它的ID 接收到的ID跟这两个一模一样的 跟这两个其中的一个一模一样 才会通过我们的筛选器 进入到我们的接收 否则的话就丢弃 就是标志符列表 那么如果标志符掩码的形式 就是可以接收一组的ID 比如我只要关心这高的 要一模一样的 要匹配 剩下的我都可以不用关心 那么就可以设置这些都是0 就可以了 它就是不关心的 这里设置为1 它就是要关心这个 这是标志符掩码的形式 接收 那么它就可以接收一组 也就是只要我的31到24一样 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关心 就是简单的 举个例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标志符列表跟标志符 这个严满的区别 那么应用程序 不用的筛选器组 应该保持在禁用状态 这个比较好理解 你不用就关闭 那么筛选器组 组中的每一个筛选器都被编号 它编号是从0开始 到某个最大的值 那么取决于你筛选器的 主模式和位宽的设置 这个所谓的筛选器编号 也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这个东西 它是从0开始 它最大值是由你的筛选器组的工作模式 和位宽来设置来决定的 那么通过CAN的 FFAER这个进程器的设置呢 那么我可以将筛选器组关联到FIFO0 还是FIFO1 就是这个筛选器组 它是可以关联到不同的FIFO上面的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 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设置筛选器组 您工作在一个32位筛选器 然后标志符屏蔽模式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 一个32位筛选器标志符屏蔽 标志符屏蔽模式 也是标志符研码模式 那么就有一个ID跟一个研码 F1 我们的FXR1就是做ID FXR2就是做研码 它的映射就是这样的STDID EX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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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ID跟RTR 就是这么一个映射 那么一个32位筛选器 标志符屏蔽模式 然后设置CAN F0 R1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筛选器组0 它的 I 就是这个继承器 就是这个ID继承器 为我们的0xFFF0000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期望ID 是这个 我们设置CAN F0 R2 也就是筛选器组0 这个R2的继承器 这个研码继承器 它的值是0xFF00FF00 那么其中存放到 到CAN F0 R1 就是期望收到的ID 即这个STD STID 加EXTID IDE跟RTR 就是这些 这个映射关系 最好 就是FFF0000 我要是收到这个ID 那就是100分了 就肯定是要的 而这个FF00 FF00 就是设置我们需要必须关心的位 这里设置唯一的地方 就是FF 这些是必须关心的 也就是我的最高8位 跟这个15到8 这8个位 这两个8个位 是必须关心的 其他的是0的 我就可以不关心 也就是说 这两个FF 不一定是FF 也可以正确 这个00 不一定是00 也可以正确 但是这两个 必须要给我正确 那么表示CSO的印象 其32到24和15到8 这16个位 必须和CAN FR F0 RE中的位一模一样 就刚刚说了的 这个必须一模一样 那么另外的16个位 这不关心 可以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这个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那么我都认为是正确的ID 即首相的印象 必须是FF XX00XX 这两个X 表示不关心的 表示不关心的意思 才算是正确 这是我们的标志符 延满的一个简单举例 标志符列表 就更简单一点了 你就设置两个ID 它必须等于一模一样 才接收 这个比较简单 好理解 这个严满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也很好理解了 那么这里只是一个32位的标志符屏蔽模式 那么其他模式 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 对应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 再设置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筛选器的其他介绍 请看SDM32中文参考手册的CAN相关章节 我们筛选器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CAN的SDM32CAN的发送流程 它的发送流程 这里有一个发送流程图 我们看上去比较复杂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一个正常的 一个正确的发送流程 但是先选择一个控制的邮箱 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控制的邮箱 总共有三个 那么三个里面肯定要有一个控制 至少有一个控制 我们才可以发送邮箱 那么我们设置 就找到有发空的发送邮箱以后 我们设置标志符ID 数据长度和发送数据 也是我们的TSRQ 这个发送一个发送请求 就请求发送 设置完数据长度以后 就设置TSRQ为1 CAN TRXR 这个计算器里面的TSRQ为 请求发送 这里是请求发送 那么请求发送以后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挂号状态 它就等待发送邮箱 成为最高优先级 因为它发送是 发送最高优先级的邮箱 那么如果你的邮箱 已经是最高优先级的 那么我就会进入到一个预定状态 就是等这个所谓的预定发送 就等待总线空闲 这个时候有可能 总线上有别的CAN正在发送数据 所以就要等 那么等待 等待这个CAN总线空闲以后 我们就会对数据进行发送 那么也就是它空置 挂号挂号以后 就等待成为最高优先级的邮箱 成为以后就进入预定 预定等到总线空闲以后 就会进入发送 那么发送完成以后 那么这个邮箱 空置 那这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一个正常的 没有任何错误的 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的CAN发送流程 当然如果你这个发送过程中 如果有错误 那比如我空置 空置的时候没有 那你就不能 就只能不能的查 查到你有空置邮箱以后 这个TME等于1 然后这几个这么 这几个状态都正确 就是我们TME一定要等于1的时候 有空闲邮箱 才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送数据 进行处理 那么空闲邮箱得到以后 那就挂号 挂号 就是要等我们的这个邮箱 成为最高优先级 成为最高优先级以后 就进入预定状态 预定状态就等转线空闲 等转线空闲以后 就发送 发送完成以后 就进入控制 那么如果你挂号的时候 成为最高优先级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ABRQ等于1 来强制退出 退出发送 退出这个邮箱的发送 那么就会进入空闲 那么邮箱还没有成为 最高优先级的时候 它也是一直等待的 那么这个地方 也可以强制退出 那么发送的时候 它有可能发送失败 发送失败的话 它可以 如果你设置了 这个ANRRQ 这个重复发送的话 它就会回到预定状态 尝试下一次发送 就不理不尝试 那么发送 发送的时候 它如果你尝试达到最大次数 它也会发送失败 那么如果你发送成功 那么当然就最好了 就控制 这就是我们的发送流 发送流程 我们看上去比较复杂 实际上一条龙过来 就还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接收流程 我们的接收流程 它同样是先 就是等待FIFO 就FIFO未空的时候 它是不会接收的 那么收到有效报文 我们就会将FIFO 将这个数据 存入我们的FIFO的一个邮箱 这个有硬件控制 那么就存入一个邮箱 那括号 那么存入一个邮箱以后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读走 那么再来了一个报文 那么右手的报文 好 我存入第二个 第二个邮箱 那么我总共用FIFO 有三个邮箱 一个FIFO有三个邮箱 好 这个时候我又可以存第二个 那么你这个时候还没有读走 又来了一个报文 好 我存到第三个FIFO 那么我这第三个就全部用完了 如果这个时候 还不是不读走数据 又来一个 好 那么就产生溢出了 这就是我们的接收流程 但如果你在中间任何一个过程 把这里收到报文挂号 收到报文溢出 把这里读出了以后 它这个就会释放掉一个邮箱 所以要及时读取数据 保证这个不溢出 否则的话就可能出现数据丢失了 那么KAN收到的有效报文 它是存储在三级深度的FIFO 就是这个三级深度 它有三个深度的邮箱 收到的KAN FIFO收到的报文数 我们可以在这个KAN RFXR的FMP计程器来得到 只要FMP不为0 我们就可以从FIFO读出收到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读之前 只要判断这个网页 是不是不等于0 那么不等于0的话 我们就可以读 就可以把这里面的读走 读走以后 我们设置这个FORM等于1 释放这个邮箱 否则的话 这个邮箱是不会释放的 还是被占用 那么这里看一下 KAN报文FIFO具有锁定功能 这里最后还注意一下 这个溢出以后 它有一个锁定功能 那么KAN FIFO的锁定功能 是通过KAN MCR 这个RFLM位控制的 那么如果设置为锁定 那么新的数据就丢弃 就是我收到的这三个报文 我收到的这三个报文 就会一直站住 一直站着 就不会被新的数据覆盖 那么如果我设置不锁定 那么新的数据就替代老的数据 那么这三个报文里面 总是存储最新收到的数据 那么你新过来的数据 就替换代老的数据 最老的那个数据就被丢弃 那么新的就补进来 那么这样总可以保持 最新的三个数据 这个具体的话 看那个实际的使用需求 你可以锁定还是不锁定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的KAN的接收流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DM32KAN控制器的这个未时序 那么SDM32的KAN未时序呢 它是分为如下这个三个段 一个同步段 然后一个时间段一和时间段二 那么它这里的时间段一呢 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SDM32的KAN呢 它将这个传播时间段 和向位缓冲段一 合并称之为时间段一 那么这个就是时间段二 标准的这个KAN持续呢 标准的这个KAN 它的这个 在入门教程里面 我们有提到 它是由四个段组成 那个同步段 传播时间段一 传播时间段 向位缓冲段一 和向位缓冲段二组成的 那么SDM32把这两个合并了 把传播时间段 和向位缓冲段合并了 那么称之为时间段一 那么它就由同步段 时间段一 和这个时间段二组成 那么它一个一个波特率 SDM32的波特率 怎么计算的呢 它就是等于 正常的位时间的导数 那么正常的位时间呢 就等于一个TQ 加TBS1跟TBS2 也是这个TQ 加TBS1跟TBS2 那么TBS1跟TBS2呢 我们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TBS1 等于TQ乘以 我们设置的这个寄存器 的值加1 那么TBS2等于一个TQ 乘以这个 我们设置的 TS2这个寄存器 加1 那么这个 TS1的设置范围 你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四个位 就是可以设置成 0到15 这样子 那它呢 这个TS2呢 就只能设置成 0到7 8个 这就是8个 7加1是8 然后它这里的TQ呢 它还跟一个 BRP的 这个位 这个寄存器位 这个有关 这个可以用来设置 这个控制波特率 那么设置 等于这个 它加1 乘以一个TPCR OK 然后这个TQ 就表示一个时间单元 注意这个TQ 并不是等于一个位时间 而是一个时间单元 那么一个位 一个正常的位时间呢 就可能等于很多个TQ 那么这个TPCROK呢 就是我们的 APP时钟的 时间周期 也就是APP的 时钟频率上面 计算过来的 那么BRP 9到0 TS1 TS2 在CAN的这个 BTR 计程器里面 进行定义 也是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设置 这个计程器 然后来控制 这个波特率 那么两个CAN通讯的 波特率必须一致 才能正常的通讯 所以波特率设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设置这个计程器了 这个计程器很重要 那对于我们的STM3F103来说 那么我们设置TS1等于8 TS2等于7 BRP等于3 那么假定我们设置 这波特率为500kbps 就这么设置 那么它的STM3F103 它这个CAN的这个 时钟频率来自这个APP1 APP1是低速时钟 低速时钟 是36兆 等于主频的一半 那么它就是36兆 除以我们设置的这个873 这里都是加1了 加1了 然后就等于500kbps 对于我们的这个STM3F103来说 就是战舰跟精英版 对于我们的F4 对于我们的探索版来说 我们就这样设置 TS1等于6 TS2等于5 BRP等于5 那么它的这个时钟 也是来自于APP1 叫APP1 APP1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PP时钟周期 那么它的频率呢 就等于42兆 APP1也是一个低速的 等于42兆 高速度才是84兆 那么42兆除以这个 就等于500k 这就是我们的STM3R KAN控制器的位时序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STM3RKAN控制器的 计程器介绍 首先我们看这个KAN的 主控制计程器 也就是KAN MCR 那么它的这个位结构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该计程器我们仅介绍一下 RNRQ位 也就是这个位 那么其他的位呢 大家去看这个STM3R的 中文参考手册 对应的这个计程器 描述 这个位呢 用来控制这个 初始化请求 就这个位 那么用来控制 初始化请求 然后设置RNRQ等于0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KAN 从初始化模式 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那么如果我们要初始化 就要设置RNRQ等于1 等于0的时候 是进入正常模式 1的时候 就是进入这个初始化模式 那么进入初始化模式 以后呢 它就可以对我们的那个BTR 前面提到那个BTR继承器 进行一些配置 还有其他一些计程器配置 那么KAN初始化的时候呢 需要先设置RNRQ等于1 进入初始化模式 那么进行初始化 那么尤其是KAN这个BTR 计程器的设置 必须在这个进入正常工作模式之前 就正常工作模式之前 就进行设置 那么之后设置完以后 再设置RNRQ等于0 进入这个正常工作模式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要介绍的KAN的主控制器 那么还有这些Sleep 这些Way 大家就去看那个 STMSR中文参考手册的 这个继承器介绍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KAN的Way时序继承器 也是BTR计程器 那么它的这个计程器 是很重要的一个计程器 我们先从D位 这BRP9到0 这十个Way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波特律预分屏器 那么这些Way定义了 一个时间片的长度 那也就是这个TQ的长度 通过它可以来控制这个TQ 是多少 那么它关系的公司就是这样的 BRP9到0 就是十个Way的BRP 加1乘一个TPCRK 那么15到0是保留位 都没用到 不关心 那么接下来就是TS1和TS2 那么这里是TS1 时间段1跟时间段2 那么TS1就是这个TKAN 乘以这个TS1加1 这个TKAN 其实就是这个TQ了 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位置 BS1就是这个TQ 那么波特律就是这个东西的导数 那么TS1在这里设置 TS2在这里设置 我们设置TS1 TS2跟BRP以后 就可以确定这个波特律了 然后这个SJW 就是再同步跳跃宽度 也是我们采样点 可以前移或者后移的最大宽度 那么这个也是在这里 这个计程器 在这个位置 24跟25 这两个位设置最大指就是0到3 最大指是 就是所以它的范围就是1到4 那么它加了1 加了这个1 那么这些位定义了 KAN硬件在执行再同步的时候 最多可以将位加长 或者缩短的时间片的数目 就是这个SJW 这个在上一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还有这个LBKM跟SRLM 这两个呢 是用于设置我们的测试模式 模式工作在静默模式 还是在正常模式 或者是还回模式 或者是禁止还回模式 就是通过这两个位来设置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用这个还回模式 那么就需要设置这里 等于这个1 那这个等于0 就是我们的还回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FIFO 接收FIFO继承器 那么F0R跟F1R RF1R 这里有两个继承器 这里我们只列出了这个F0 这个是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FR 这个RF0R 这个继承器的描述 RF1R 那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对应的这些 就变0就变成1 0就变成1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CAN RF0R用于控制FIFO0 然后CAN RF1R用于控制FIFO1 那么假如我们用的FIFO0 那么就设置这个CAN F0R 用的FIFO1就用设置这个CAN RF1R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些位的定义 它我们之前提过了 如果要有数据的话 我们就查 有没有数据通过查这个FMP 就是消息挂起 这些位用于指示 接受FIFO中挂起的消息数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消息 我们查这个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不为0 就可以从我们的FIFO0里面 去读数据 那么硬件每向FIFO 存储一条新的消息 FMP就会增加 就如果是0 就没数据 1就是有一条新消息 2就是有两条新消息 3就是三条新消息 软件每次通过RFOM0位置1 来释放出邮箱 FMP就是减少 我们要使它减小 我们就通过设置这个位 为1就可以了 我们不是直接来控制它的 而是通过它 再到它间接来控制的 这就是我们查这一个FMP 这个就可以来读到 是不是有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满 然后就是一个上意 就是一个意出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RFOM0呢 就是释放FIFO0所输出邮箱 也就是我们读了一个数据以后 我们就写它为1 那么它就会释放这个邮箱 那么软件置疑以后呢 用释放FIFO的输出邮箱 FIFO中至少有一条消息挂起时 才能释放出邮箱 FIFO为空的时候呢 对它也可以写1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如果FIFO中至少有两条消息挂起 那么软件必须释放出邮箱 才能访问下一条消息 如果你通过判断它 读完以后 你不释放 你再来读 还是读到原来那个 所以你要先释放一个 再来读 才能读到那个新的邮箱 输出邮箱释放以后呢 这个是由硬件自动清零的 所以我们只要写一 写的清零的话 硬件去实现 我们就不用管了 那么通过判断它 我们就可以来 这个判断有没有数据 跟清除我们的这个FIFO邮箱 就是这个计程器的作用 那么RFER呢 就跟它类似 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KAN的 发送邮箱标志服计程器 也就是TRXR 那么它的X范围是0到2 因为我们有三个发送邮箱嘛 所以就有三个 那么邮箱标志服计程器 它就主要存储我们的这个 标准标志服或者扩展标志服 都是存储在这个里面的 这里有ESTID跟我们的这个STDID 那么还有一个RDE位 RTR远程请求位 这个RDE位就是标志服扩展 所以标志你是标准标志服 还是扩展标志服的这么一个位 RTR位就是表示你是数据帧 还是遥控帧 TSRQ呢 这是发送邮箱请求 我们软件质疑以后呢 用于请求发送相应的邮箱内容 那么邮箱变空以后呢 同样也是由硬件清零的这个位 我们这就是标志服 我们就是通过通过这个计程器来设置 我们的标志服 跟我们的这个ID ERTI位都是在这里设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CAM发送邮箱数据长度和时间戳 这个计程器 TDTXR 那么X也是0到2 因为发送邮箱还是三个 所以它是0到2 那么这个计程器呢 我们主要办行这个最低的这个四个位 DLC 这个DLC叫数据长度代码 就是我们要发送的数据 有多少个字节 就是通过这个DLC来设置的 那么该字段定义的数据帧 或遥控帧请求中 数据字结数 那么一条消息 可以包含0到8个字节 取决于DLC字段的值 所以我们要发 发要发0个字节 去设置0 发8个字节 去设置 设置8 那么其中这里 还有一个Time 15到0 跟这个TGT 这两个是用时间戳相关的设置 我们本视频呢 不多介绍 那么大家想了解的话 就去参考这个 SM3中文参加手术的相关章节 这个计程器呢 我们就关心这一个位就可以 这四个位就可以了 用设置发送长度 那么还有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发送邮箱数据计程器 它分为两个 一个是TDLXR 跟TDHXR 它一个计程器是32位的 那么两个计程器呢 就是64位 64位刚好对应的8个字节 那么8个字节刚好就是 它TDLR呢 就存储了0到3 这么4个字节 那么TDHXR呢 就存储了这个4到7 这4个字节 那总共就8个字节 图中 这里我们就只列出了TDXL TDLXR 计程器的描述 那么用于存储 第4字节的数据 那么Can TDHXR 计程器呢 也类似用于存储 高4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要发送的数据呢 就是存储 在这两个计程器里面的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Can 接收FIFA邮箱标志符 计程器 那么这里Can R 就是R I XR 那么这个X等于0跟1 因为我们有两个FIFA FIFA0 FIFA1 就是R R0 R R1 R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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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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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RDTXR 在X也是0跟1 因为我们有FIFO0跟FIFO1 两个FIFO 所以它就是取值范围就是0或者1 那么这里我们也只关心这个DLC 也就是我们该这段定义了 数据证包含的自己长度0到8 若是远存请求者为0 这里同样是DLC就用于表示 我们收到了多个数据 那么FIFO0的就读这个RDT0R FIFO1的就RDT1R 读这个最低4位 就可以知道我们收到多少个数据了 那么同样的这个Time跟这个Time位 我们用时间搓设置 FMR位用于存储筛选器的匹配索引 这个还是在我们前面的上一章 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时候 介绍那个筛选器的时候 有提到过 这个不是很重要 我们这里就用不到 就没用它 所以我们重点是看这个DLC就可以了 这里不错介绍 那么关于这个中文参考手册 关于这个这两个东西的介绍 大家看中文参考手册的相关章节就可以了 通过读取RDTXR 那就我们可以得了有多少个数据 我们得到数据以后 我们同样就要去读取出来这个数据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接收FIFO邮箱数据集成器了 同样是RDLXR跟RDHXR 也是两个32位的计存器 等于这是8个字节 就2乘32 同样是RDLXR存储第4个字节 那么RDHXR呢 这里我们没有列出来 它存储高4个字节 那个图为CanRDLXR 计存器的表输 用选出第4个字节的数据 RDXRDHXR呢 就存储高4个字节的数据 收到的数据呢 就是存储在这个计存器里面的了 那么如果我们读到这里为8 那么我们就可以读取 它跟它 就可以读出8个字节 那么多少个字节 由这里决定 字节内容 由这两个去读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CanRD的筛选器 模式计存器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FM1R 那么这个FM1R呢 它是有28个位有效 那么29个位 28个位有效 0到27 那么它的FBMX 就是筛选器模式控制 那么如果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筛选器存储去X呢 它的两个32位计存器呢 就在标志服屏蔽位模式 如果它的默认值是0 好 那它就标志在 工作在这个标志服屏蔽位 屏蔽模式 如果是1 设置它为1的话呢 那两个32位的计存器就处于 这个标志服列表模式 那么所以我们要 到底是用标志服屏蔽位 还是标志服列表呢 就通过这个计存器来控制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STM32ZF1来说呢 它只有这个0到13 也就是只有这么长有效 那对于F4来说 F103它是0到13 还有F1的互联型 比如105 107呢 它也有28个 F4的话 它是0到27都有效了 这里是有一点区别 就Z1G6 因为它是增强型的 不具有这个28个位 28个筛选器只有14个 所以这个0到13有效 对于互联型的F1 或者4071的全部有效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模式继承器 那么配置什么模式 通过这里设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尺度继承器 也就是我们要配置它工作在16位模式 还是32位模式 那么这里也是28个位 就是28个位 那么尺度继承器呢 它等于0的时候 这个FSCX 这里面有总有28个 FSCX 它等于0的时候就工作在双16位尺度模式 等于1的时候呢 它就工作在单32位尺度模式 那么就是如果你这个继承 那个 就是接下来的 这个继承器 它工作在16位还是32位 那都是 都是由 由这个继承器 跟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继承器来控制的 那么该继承器 也用于设置筛选器的位宽 那么必须在CAN FMR 计承器的F RNT等于1的时候配置 对于SM32 ZET6 只有0到13有效 我们的互联系的F1 或者407 都全部有效 那么就是我们的尺度 计承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FIFO关联 计承器 因为我们的FIFO 它是这个 这个筛选器 跟FIFO的关联 计承器 这个筛选器 它可以挂在FIFO0上 也可以挂在FIFO1上 那么到底是挂在0 还是1 就由这个FFAER 这个计承器来控制了 那么计承器 筛选器X的标志 筛选器FIFO分配 那么通过 此筛选器的消息 将存储在指定的FIFO中 那么如果设置 FFAX等于0 那么筛选器 就分配到FIFO0 FFAX等于1 那么筛选器 就分配到FIFO1 那么就是通过 这个位置来配置的 那么该计承器 设置报文 通过筛选器组以后 被存入的FIFO 那么如果对应位为0 则存入这个FIFO0 如果对应位为1 则存入FIFO1 那么该计承器 也只能在 过滤器处于 初始化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的 CAN FMR 计承器的FRNRT位 等于1的时候 进行配置 就是一个关联的关系 就是通过这个 FFA1R计承器来控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筛选器 激活计承器 这个也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是28个位 那么就有28个筛选器 那么你激活哪一个 就设置它为1 不激活就设置为0 就可以了 0就是位激活 1就是激活 这个就是用来设置我们的 这个筛选器 到底激活还是不激活的 那么该计承器 用设置筛选器的开启和关闭 对应位为1 则开启筛选器 对应位为0则关闭筛选器 那么修改这个筛选器呢 要修改筛选器 就是我们的这个F 必须将FACTX位清零 也就是我们设置这个 计程器的时候 需要设置FACTX等于零 或者将FMRT的RNRT位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筛选器 激活继承器 就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筛选器组 I 继承器X 这个是这两个就是 它有两个 每一个组 有两个30OV继承器组成 每个30OV继承器组成 也就是这里的KANFIRX X等于1后2 也就是两个继承器里面的 第一个或者第二个 那么I等于0到27 也就是28个组 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总共就有60 就是有28 就是有56个继承器 实际上 那么它的位定义 就是这样的 32位FB0到FB31 那么它可以公知在 标志符列表 或者标志符掩码 就是屏蔽位模式 那么在标志符列表的时候 标志符列表的时候 继承器每一位 用于指定预期的标志符 相应的位的级别 也就是我们这里设置为 比如最低位设置为0 我们就需要一个显性电瓶 那么如果设置为1 我们就需要一个 这个隐性电瓶 这到底需要显性电瓶还是 隐性电瓶 就是通过这里来 这个继承器来控制的 这标志符列表模式 下面就是一个 它可以设置为一个32位的 或者两个 两个16位的都可以 那么它还可以公知在 这个延码模式 标志符屏蔽位模式 那么继承器的每一位 用于指定标志符 继承器的位 是否必须与预期的标志符 相应位匹配 那么如果设置 它如果作为延码用 作为延码用的时候 它就是用于设置为0的时候 表示不需要关心 那么这个位就不需要比较 那么如果设置为1 则必须匹配 也就是这个位 必须要一模一样 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筛选器 那么每个筛选器组的 Can FR-X 都是由两个32位计程器组成 即Can FR-R1和Can FR-R2 那么根据过程器 也就是我们的筛选器 位管和模式的不同 这两个计程器的功能 也不尽相同 关于这个筛选器的映射 和频流关联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这个计程器的 这个简介就只有一点点 但实际上它的用处 就在我们前面的 有个表格 那里就很详细地列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表 那么我到底是ID 还是研码 还是都是ID 还是都是研码 这个 不可能都是研码 都是ID 或者是ID还是研码 都是在这个表这里 大家就可以去参考这个表 来配置这个CAN FXR1和CAN FXR2 这两个计程器 那么这个表 所以这个表是 非常重要 大家不了解的 可以来对比的看一看 然后这里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如何设置这个F0R1和F0R2 其他的也都可以参考这里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筛选器组 I X 计算器X 那么F103JET6 只有0到13 同样的 407 我们的探索者开发板 就有0到27 就是有0到27都可以支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初始化流程 前面我们计算器也介绍了 为时需要什么的 都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STM32CAN控制器 初始化流程 它主要分为三步 那么第一步 配置相关引脚和复用功能 使能CAN时钟 那么要用CAN的话 当然要先使能CAN的时钟 STM32的各个这个 各个 各个功能的使用呢 它其实都是要 先使能时钟的 CAN时钟是通过 APP1ENR的25位来设置的 也是挂在我们的 低速总线上面 对于STM32是103是36兆 对于407是42兆 那么其次要设置CAN的 相关引脚为复用输出 我们这里需要设置 PS1为上拉输入 也是CANX脚 PS2为复用输出 也是CANTX脚 这是我们的103系列的 对于407的话 其实两个都是选择 这个CAN的复用功能就可以了 并使能这个PA PA口的时钟 都是F1的 F4的 差不多 就是引脚 设置跟CAN时钟 使能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CAN工作 设置CAN的工作模式 和波特律 通过先设置CAN MCR 计存器的INRQ进入这个CAN的 出存模式 然后再设置CAN MCR的其他相关控制位 然后我们要 重点要设置这个CAN BTR 这个计存器来设置波特律和公众模式 最后我们设置完以后 设置INRQ等于0 退出这个出存模式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就是要设置我们的滤波器 也就是我们的筛选器 如果本视频我们讲的历程呢 我们将使用这个筛选器主0 那么工作在32位标志符屏蔽位模式下 那么先设置FMRT的 FMR继承器的FRNRT位 进入这个出存模式 那么然后设置筛选器0工作在 工作在以及的工作模式 以及这个标志符ID和屏蔽位 那么最后设置完以后 就激活筛选器 并退出出出存模式 那么经过这三步的设置以后呢 我们的CAN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那么正常工作以后 我们就可以接收或者发送数据 这是我们的CAN的出手化流程 那么简单说起来呢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大家要了解 相关的基础知识 也就是前面一讲 跟本讲前面的部分 大家都要有所了解 看这里才会不 才不会觉得吃力 那么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个CAN控制器 这个SDM32CAN控制器 进行一下简单的总结 我们要掌握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标志符筛选器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的SDM32里面的 标志符筛选器呢 有点复杂 但是前面我们说了 它提供了一个图给我们 我们根据那个图来设置的话呢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就要了解一下 这个数据的收发流程 嗯 这个这两个比较简单一点 那还有一个未时序 未时序的设置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TB 这个BS1BS2 两个时间段 以及SGW 重新翘跃时间 和那个TQ的分屏 就差不多了 波特律有公式可以计算 直接这个就 根据公式计算 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然后了解一下相关计程器 以及作用 这个呢 我们也了解一下 虽然我们用库函数 那么有些调试的时候 还是要用计程器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或者设置的位 有什么作用 那么最后就是要了解一下 CAN的初始化流程 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个初始化流程 要有个大概的了解 这就是我们本章 STM32 CAN控制器的 简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